这里的乌龙面真的超好吃 因为我之前就一直跟Ken讲说 诶 干我觉得这里乌龙面 比任何东京一间排队店都好吃 然后我觉得他还有一点不相信我 因为就是他就是不太相信我 因为凯莉喜欢吃东西 都是那种没有味道的东西 哈哈哈哈 就只要清淡 那Ken很喜欢吃 你知道就是很精致 然后肉等等 然后又好吃 那种名店 因为都弄得很浮夸对我来说 然后我也不喜欢吃他的东西 好反正他就是不相信我 所以我们今天要听你讲 其实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这边蛮多东西 刚刚就算我们吃的那个车站里面的 蕎麦面 我觉得都不输东京的一些排队名店 像我们在那个新宿 我们上次不是排队吃很久的那个 那个乌龙面 我觉得一般般 就OK当然 我觉得这边的口感更Q啊 对啊 为什么这里面都这么Q 这水有差哦 因为那时候也是我喜欢这边的原因是 这边的天然资源很好 它的蔬菜跟水 你不是说这边草莓是全日本最好吃 哦对 真的还讲的 我以为是熊本最有名 我都想要帮他代言的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乡村 所以不太有人会做什么行销啊 不会有人去包装都不会 但是他的东西就是因为水好这件事情 你知道汤泽这边的人 其实满长寿的呢 怎样喝这里的水会 就是太 就是天然就对了 对因为这边的水很好 这边平均寿命快90岁了 what the hell 我觉得应该要用这个来当做 用这个长寿村之类的概念啊 对啊喝这个水 就什么长命百岁 真的很夸张啊 你有在这边买水源吗 买是没有啊 因为基本上你看哦 误会会买 你要买水源吧 然后装成一瓶一瓶的 卖回台湾啊 长寿水耶 天啊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这个家底真的可以买水源 买就一下座一座山的水源 你知道吗 这种贷款绝对是应该可以吧 我不知道水源是可以买的吗 可以啊 在日本OK吗 矿泉水我不知道日本啦 可是你看矿泉水很多是买水源的 哦对 对啊买开采圈或者是装瓶的那种圈 哇我现在工作还不够多啊 哈哈哈哈 装这个比装水饺快吧 哈哈哈哈 诶装水耶 装水而已耶 从卖水饺给他卖水哇 哈哈哈哈 所以这里草莓真的是差在哪 是比较甜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它跟一般草莓不一样是 其实不管我们吃哪一个品牌的草莓 不管它再好吃 你入口以后第一个味觉味蕾 你会感觉到还是会有一点微酸 嗯嗯 就你一进去草莓香完以后 OK我们就准备应付那个酸了哦 那酸的高低程度取决于 我们觉得草莓好不好吃 嗯那 这里的草莓的品牌叫月后鸡 月后鸡 鸡是一个女字旁 当然当然 不会是供鸡的鸡 不是供鸡 对 谁想吃月后的鸡 然后呢你啊 not anymore 然后呢它每年2月才开始有 然后它是我 算蛮晚的耶 它蛮晚的 但它会一直到5月份 嗯 那所以它特别是 你入口完以后 当你准备要应付那个酸的时候 诶没有那个酸 哇 完全没有那个酸 你这个expectation 我我明 很高哦 因为你你刚刚跟我们讲说这边有那种农场是可以去摘嘛 嗯可以摘草莓 对没错 像buffet就是30分钟 30分钟 all you can eat 就是你摘多少吃多少 就30分钟随便吃 然后是月后鸡这个品种吗 是月后鸡这个品种 Holy shit 走我们明天去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采完以后 你也可以用农场的价格 带回去吃 那是外面的多少 半价 超市的半价 还是可能东京超市的半价 比东京搞不好 我跟你讲 应该你在东京其他的超市是买不到的 因为第一个 它不是一个很大的farm 哦 它是一个小小 就是像是农村型的 但每年它都有做 然后只卖给当地这边的人而已 哇靠 那看到你一个观光客走进来会不会不爽 不会啊 他们其实蛮欢迎观光客的啦 这个做法其实超日本 日本就是把好东西又留在当地的概念 对啊 因为他们也没有能力在 在跟那个数量去谈到外线市的那个 所以每年都是卖给当地人 光是当地人就买不够 对啊 你看哦 这边的米是 人家讲月光米就是在这里 嗯 就月后之光 哦是这个哦 对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月后月光米就是月后 因为它会 它会写啊 那牌子都会放啊 就这银米超好吃的 所以大家讲月光米很好吃 其实是来自于这边 是不是觉得吓一跳 对啊 那中午吃什么荞麦面 应该吃饭吧 我觉得它的面很好吃耶 因为这边基本上 稻米麦子都很有名 所以基本上它的主食类面条 它的蔬菜 说实话你只要水好 你什么蔬菜都好吃 那这边有没有欠缺什么 跟台湾的观光大使之类的 我刚刚已经问过 他说这地方太小了 那个 我们可以那个无偿 我们可以无偿 只要帮我们出机票就好 对啊 其实我自己就是很想要 推广这个地方 对因为他 他怎么推 你说这里人口只剩几千人 四千人而已 干这超少 这也太小了吧 对啊 这里这么大 可是那车站很大 这么大 每年就只有观光游客 说实话它很特别 从我来到现在这边七年 你去翻台湾的二十四节气 他就是跟着二十四节气走的一个地方 很神奇 我举例来讲 我翻二十四节气 我说明天小雪 就小雪了 然后像我们前天 是不是立春 立春就出太阳下雨 完全照着二十四节气走 就是你会可怕到起鸡皮疙瘩那种 Oh my God 真的 不知道是农民力厉害 还是这边天气厉害 所以这么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 就一年四季非常的分明 春天樱花全部盛开 这边有樱花哦 有啊 现在看不出来啦 你看 雪又开始飘了 雪超大 那这边夏天怎么办 这边基本上 夏天的时候比较少游客 但都是 他们是东京人的一个度假村 就东京人来月后趟走 其实心安先来在这边度假 然后夏天就露营 去西边玩水 钓鱼 可是人会多吗 不多 不多是不是 它只有冬季人最多 那雪是什么时候溶掉啊 应该也要到四月中才开始溶雪 所以有樱花的时候 这边还有雪就对了 其实以山下来讲 维度低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没有了 但是山上的滑雪场还是开着 然后可能会一直开到五月份 你那时候来日本创业 你那时候是以外国人身份 在这边创业吗 我其实一开始说真的 我一开始在帮忙雪具店 这件事情 我没有拿任何一毛钱 我一开始只是一个帮忙的角色 我一开始是客人 从客人变成一个想帮忙的人 OK 然后因为我自己有的电商背景嘛 我就开始push一些社团啊 然后找一些旅行社啊 所以那时候认识的人 他已经在这里做雪具了 他已经在 他已经是四年了 对他就叫轻达 哦了解 所以那间店原本就是他的吗 原本就是他的 对然后是 在19年的时候 我们才 他就觉得说 他也很感谢说 为什么你一个台湾人 要帮助我这么多 然后我们也变得很好 没有啦 我只是想要逃离家里的 没有啦 开玩笑的 有一点 然后那时候才开始正式合作 就是我也给他一点想法 因为毕竟在乡下地方嘛 很多资源啊 广告啊 或者是一些branding的概念 他们比较没用 那我希望轻达这两个字 未来他可以是一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是可以 卖水了啦 就是水了啦 轻达度假村之类的 度假村不敢讲啦 说就对 对 轻打收就对 对对对 欢迎大家在那边捐款 那你那时候来 你现在 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雪具店很漂亮 你说以前是和服店嘛 是和服店 我那时候走进去看 我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就是 这怎么可能赚钱 就他把你知道雪具店弄得很潮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想知道 买下那个和服店到底要多贵 温泉街上面的房子 基本上 温泉街就是离车站比较近的嘛 对对对 但是日本的房价其实不高啦 就是离开东京都 都不高啊 其实也是差不多一千 一千多万应该就有机会 台币嘛 对对对 我想说日币 我们现在立刻买 原来就是 但是 但是其实说实话 买房子 就是因为像我这些民宿也是买的 买房子这件事情 其实对日本人来讲很敏感 怎么说 因为呢 这个地方是乡村 他人口少 所以他很 就是很计较邻居是谁 很计较邻居 有没有办法遵从这边的传统 Oh shit 日本人就是第一个 雪 第二个垃圾分类 这两件事是他们最在乎的 雪是怎么样 你要残血 因为一定要残血 你的血如果影响到隔壁 或影响到行车 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 没有礼貌的邻居 就没水准啊 对 所以他们基本上 很少人会愿意把房子 卖给外国人 那那时候也是因为 清达的关系 我们才有机会 买到这边的房子 因为他就是一个 敦气木铃做得很好的 该残血的时候残血 该帮忙丢垃圾丢垃圾 甚至邻居电灯坏 他也会去修 所以真的是有钱 也不一定买得到 你是要花时间 你要对这个地方有感情啦 说实话 其实经营雪育店跟民宿 在这个地方 赚钱太难了 因为他一年就是 三四个月的而已 但是你要就是生活一整年 所以他们很多人 都是冬季工作 然后春夏秋 他们就开始帮别人打工 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水电啊 打扫啊 之类的工作 所以没有热情 你要回来这边 经营事业真的很难 但是就是你就会想说 我就是希望 他可以越来越好 可是这样听起来有难度啊 因为又比较排外一点 那你就比较难 有外面的资金进来 比较难啊 而且这边是 这边买房子 没有办法贷款 what 银行不可以带哦 没有啊 为什么 是因为是乡下地方吗 还是 第一个你是外国人 你要买房 你在这边没有任何收入证明 除非你有先有公司设立 那你 那又很尴尬一点是 你没有 地方你怎么 有收入证明 所以你一定一开始 就是要动现金啊 对啊 欸这段 我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听 她不知道你带现金来买吗 你们家是怎样 有金条可以直接拿是不是